Hello各位观众朋友午安我是大铃哥 欢迎你们收看今天的旗鼓先知节目 今天礼拜二 明天应该是对于 这个交易期货相对比较重要的日子 因为他是 月节算日 所以他照说来讲波动应该稍微 比较会大一点才对 那今天的节目重点就是 大铃哥大铃哥的个人 频道节目 他的订阅数有破千 所以大铃哥今天 想要送给你们一个小礼物 我想要送给你一个小礼物 当然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稍微进入解盘 节目 第一章 这个昨天有分享给各位的 大铃哥一直在强调 我们交易要赚的是所谓的未来的钱 今天你去看过去怎么样分析怎么解盘 怎么去说 低买跟高卖 老实讲那个都是事后看图说故事 对于实际的交易绩效 老实讲并不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要的就是说 你能够预知未来会怎么样 而且你的策略能够定出来 然后能够验证 确实 可以有获利的机会 这个对我们的交易才是最实际 而且干嘛 就讲白一点 那个才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所以才会跟你讲说 交易呢 如果你要赢 你就 一定要会预告 你会去预判未来 然后呢你事后去验证 是否跟你原先的预告是完全符合的 绝对不是说事后看图说故事 这边买那边卖 这边买这边卖 每个人都是股神 绝对不会会有赔钱 事实上来讲 真的都是这样子吗 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昨天大铃格是不是在节目上来讲 公开就跟你们说 8月20号 鸿海 他很有可能会收黑K 昨天在节目上 公开跟你们讲 那这个东西不是要无言耸听 或者是说 我们为了做效果 故意跟大家讲不同的东西 想要吓大家 这种东西不是 因为我昨天我在我LINE 我其实就有写出 鸿海为什么 今天会收黑K的理由 我们 大铃格本身是做城市交易的吗 我们看交易 一定要有所本 绝对不是 凭自己主观说 他要涨要跌 凭我自己今天心情好坏 随便去乱讲乱拆 那个东西 跟你讲 那个就是 纯唬烂 但是大铃格我刚刚说过 我们是做城市交易 有所本有所依据 那因为我们昨天的城市资料 有显示出来说 鸿海 他今天8月20号 确实是有一些 迹象 应该会出现收黑K 所以大铃格昨天才会在节目跟你讲 甚至为说欢迎你们加入我的那一层 因为我昨天就有在我的那一层 写出说 鸿海为什么 今天会收黑K的原因 对不对 如果你们昨天有看到我的资料 都知道 大铃格不是随便乱唬烂的 好不好 那一样 看看 这个是 鸿海今天 他的 日K走势图 我记得今天 几乎 他不仅是收黑K 而且是应该是几乎还收差了一档 就是今天的最低 但是他还是一样 收黑K本来就是我们预期的 但是呢 我们本来是预期 他应该还要再收更低 可是问题 他今天收的 并没有我们预期想象中的弱 只是说他符合我们的城市预判说 他今天的走法 就是会这个样子 但是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 因为鸿海今天的成交量 有显示出来 他是属于 这个 空方量 所以他虽然今天是收黑K 但是 但是 因为他 今天 为什么他主要是今天 开的位置稍微高一点 这是因为 昨天的暴力表的关系把它带高 让他预期要下跌的位置 被拉高了 所以呢今天造成了 有还蛮不少短线的 卖压会出来 所以你看下面的成交量 是出现 比昨天还在做递增 所以你在做股票 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成交量这种讯息 那当然如果你比较不会不了解的话 我也欢迎你加入大铃的行列 基本上只要是我的会员有询问我 我一定都会告诉你们或是教你们 一些交易的know how跟技巧 那 今天就是这个 因为大铃哥的个人频道 这个节目 旗鼓先知 因为他的订阅数 我很高兴 大家终于帮助我破千了 因为大铃哥是属于比较 低调的交易者 你们 欣赏我的解盘 然后也愿意订阅他 我很谢谢你们 让我的订阅数 开始的再慢慢做成长 目前是破千 所以呢 大铃哥今天的 节目我刚刚就说过了 庆祝这个订阅数破千 只要你今天 加入大铃哥的LINE 这个账号就是 小老鼠815uqcc 大铃哥我明天 我会公开一个 红海操盘的秘密 送给我LINE里面的朋友 既然是秘密呢 这种东西就不能够外泄太多 所以大铃哥下面有注明 我明天会公开一个红海的操盘秘密 在我的LINE 而且 我只公开一次 要注意 我只公开一次 所以今天赶快加入LINE 你马上 就可以知道说 明天大铃哥要分享这个 红海的操盘秘密 是什么 这样子 你在对于红海资产股票 未来他的规划 你大概心里就会有个底 他到底是要该买 还是要该卖 因为操盘的秘密 代表说 对于他未来 他的走势 会有一个相对关键的一个影响 所以要注意 赶快加入大铃哥的LINE 账号就在上面 然后呢 我再特别声明一次 我只公开一次 所以要赶快加入进来 你才会看得到 好不好 那一样 今天加军指数呢 可能 出现散漏 或者是表现 没有想象中的这个 激情 很多 投资朋友 就会说 因为 季限 压力 我跟你讲 你们如果认为季限是压力 现在在卖的话 你们 礼拜四 我上面都写了 礼拜四 你们 应该会后悔 因为现在的位阶 很多人 很多人 你们会认为 很像 你们现在画面上 看见这两个 黄圈圈的位置 左边 那个黄圈圈 就是 7月底那个时候 他曾经在季限的位置 做一个 支撑 然后好像要反弹 当时大家都认为 这个季限是支撑 应该要开始 做起掌 结果 就会 后来就出现那个 8月上旬的时候 那个急速大崩跌 产事 事实上来讲如果当时有看大力的分析 我都那时候已经讲说 7月底 那个时候黄圈圈的时候 季限 他不是支撑 然后 相对来讲 回到我们现在位阶 很多人 他的思维 都还停留在7月份 那个时候的恐惧感 那个 对我们来讲 以前的东西 在现在 不代表是完全失用的 所以大铃哥 我现在要公开跟你们讲 大盘 现在这个位阶 季限 不是压力 如果你 觉得季限是压力 今天或者是明天 你开始做卖出的动作 我跟你讲 礼拜四 你们会后悔 原因是什么呢 我也是一样 我会再拉一层 稍微 告诉你们 为什么会这样 好不好 那一样 暴力表 暴力表 有多准 这个不是我大铃哥随便只讲 因为基本上我每天 都会一直验证给你们看 这个是昨天收盘的暴力表 你们发现 这暴力表资料呢 就像你下面你看见 红框框的位置 他在22400那个位置呢 他出现了所谓的这种重叠的迹象 如果你们有看 大铃哥跟这个方银小同学 我们每个礼拜四的这个暴力养成计划 你们应该就会知道 暴力表 有一个 讯号出现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个就是 出现重叠的时候 因为出现重叠的时候代表说那个盘的波动 会 突然加大 意思说他会有个大波动 他不是大涨就是大跌 波动有 再来我们开始拆方向 开始抓方向 大铃哥 昨天的抠讯就跟你讲 因为在22450这边出现的重叠 代表说他即将有大波动 而且我上面也写了 方向会偏多 因为我们昨天 还在这个 23000点的附近 那个时候方向就告诉我们 方向 多方 而且呢 应该 会开始会偏 大涨 所以昨天晚上台子期的夜盘 表现还不错 所以要特别去注意 暴力表 他重叠的时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今天之后 未来 他还会不会再出现 这个对于我们操盘者就很重要了 然后这边就写 暴力表8月到现在 到今天为止 第15次 第15次 有兴趣 欢迎加入大铃哥行列 好那大铃哥也希望说如果你们想要用暴力表赚钱的话 赶快加入大铃哥因为我是少数 晚上还有在带会员 操盘的 这个分析师 好 一样啊 这个 节目节目之后 注意喔 赶快今天加入大铃哥来着 因为我只公开一次 鸿海 操盘的秘密 会是什么 我只公开一次 赶快加入 就可以索取这个秘密了 OK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的是地责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集第二份薪水